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砍个恶魔体内重生的故事 1922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 女主罗斯在听爷爷讲自然的故事 爷爷将祖传的护身符给了女主 威廉爸信箱没搞定 心情不好 将锤子扔在了餐桌上 曾经受过战争的创伤 威廉爸精神有点不太正常 随后威廉爸拿着锤子出去了 晚上威廉爸拿起锤子砸向了妻子 又到另外一个房间 锤杀了儿子和女儿 女主听到动静逃到了外面 威廉爸跑了出来 大喊我会做到的让你自由 看到女主 威廉爸要让女主获得自由 爷爷拦住了威廉爸 让女主快跑 威廉爸锤杀了爷爷 最后威廉爸开枪自杀 警察来调查这起产案 只有幸存者女主 没有投靠的人 警察安排女主去了修道院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 女主成为了一名虔诚的修女 童年的伤痛让女主一直有阴影 女主觉得手冷 洗东西的时候听到滴答的声音 我来找你了 女主拿着护身符不断的祷告 院长发现女主的异常 女主否认了这一切 只是说手太冷了 米神父经常关心女主 对女主是特别照顾 晚上女主睡觉开始做噩梦 好像有东西进入了女主体内生长 这样的梦十年来一直出现 外面继续下雪 女主早上醒来感觉很冷 修女们都受过生活的畅霜 而女主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终生效忠上帝 女主会去忏悔式向神父祷告 一直听到滴答的声音 神父安慰女主 那是你坚定的信念了 所以当年逃过了劫难 米神父听到了女主的忏悔 认为女主的父亲在女主体内重生了 滴答滴答的声音又来了 一只黑色的手抚摸着女主 女主听到一个声音杀了他们 晚上睡觉 女主梦到恶魔在黎明出现 院长和神父在为女主驱魔 祷告中女主突然一声吼叫 女主跑了 看到墙上都是黑色的影子 随后女主又被驱魔了 外面的神像都流出了血水 女主在床上侦查 女主正常的时候 米神父会让女主喝茶恩神 亨利神父来协助驱魔 发现十字架都扭去了 女主感觉分不清时间了 脑子在灼烧向神父忏悔 神父要求女主向上帝忏悔 相信自己吧 女主控制不住了自己 冲向了神父杀了神父 亨利神父将女主捆绑了起来 米神父告诉女主 你家人死后你一直都在这里 没有什么修道院 女院长都是你的想象 你的日记都是这些诡异的符号 女主崩溃了 分不清哪些是真实 哪些是幻觉 神像又开始流血 亨利神父拿出了圣物来驱魔 女主最后看到了父亲 父亲告诉女主不要让他胜利 女主挣脱了绳子杀了亨利神父 又抓飞了米神父 点燃了教堂 只有燃烧之举 女主才能在火焰中获得解脱 米神父没有死 上了列车 米神父看着女主留下的日记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搞的鬼 经常给女主下药 造成精神错乱 造谣自然活动和印第安诅咒 持续了几十年 拐骗了无数的女子 最可怕的是神棍 坑闷拐骗 拿上帝的旨意去骗人 感谢收看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